说故事达人胖叔叔又来咯 这次胖叔叔来到南子区的 又昌图书馆 而且一口气说了两个有趣 又有启发性的民间故事 不但让台下的小朋友 听得如痴如醉 连家长也竖起大拇指称赞 一起来看看 没想到 因为他这个牛吹的实在是太厉害 声音一会高一会低 学什么人在说故事啊 好像很精彩耶 就让台下小朋友听得如痴如醉 眼睛都来不及眨 原来是知名的说故事达人胖叔叔 他生动肢体 及一人饰演多角的身后功力 难怪家长小孩全都深深着迷 孙女好开心啊 她非常喜欢来 那今天来这边开不开心 开心 暑假的到来 是培养亲子关系的好时光 胖叔叔也把握机会 除了固定在美术馆及各活动会馆 会说故事给小朋友听之外 这天来到南子区又昌图书馆 一口气就分享两个有趣又富有教育意义的民间故事 很高兴能够担任说故事志工 我在又昌图书馆担任十几年 这就在我家附近 我对他很有感情 在父亲节的前夕呢 我画了很漂亮的白板 看台下小朋友听自己说故事 那自然流露出来的欢乐笑容 胖叔叔说这一切都要感谢父亲 以身作则的教育及优良的宣教言行 在我小时候告诉我 做事情要问自己可不可以做更好一点 所以我现在当个志工我也越做 对自己要求越多 我希望透过我说故事 能够让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体会到 无论做什么事情 只要你能够真心带快乐给别人 越做越好 人生就会变得不一样 相信今天的故事 一定会在他们心里 留下来很甜美的回忆 除此之外 胖叔叔也表示 每个故事的背后 都要经过不断的排演和练习 才能登台演出 也借此教育孩子们 认真负责的做事态度 并期许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 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让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3 耶 反顾新闻 林平阳 罗绍军 采访报导